六紀定義葡萄酸Cocidyl治療的瘦口水 關於Cocidyl治療的瘦口水 牙銀鹽不用忽視 Cocidyl治療瘦口水是一種強化治療 經臨床證明可幫助治療牙銀疾病 牙銀鹽的早期跡象 重要的是要迅速採取行動 以治療牙銀鹽的症狀 例如出血、牙銀髮紅或腫脹 這可幫助阻止其發展成為牙銀疾病不可逆轉的第二階段 即牙周炎 最終可能導致牙齒脫落 它被設計為與良好的日常口腔護理程序 配合使用的短期解決方案 你亦可使用它來幫助牙科手術後的牙銀癒合 未如何,Cocidyl治療瘦口水含有0.2%的活性成分 使用必泰義葡萄糖酸鹽 這樣可殺死可刺激牙銀並引起牙銀疾病的菌斑細菌 活性成分以葡萄糖綠基定迅速起效 可在30秒內殺死引起菌斑細菌 它亦在牙齒或牙銀上形成保護性抗菌繩 以防止牙菌斑累積長達12個小時 如何使用Cocidyl治療瘦口水 如果你認為自己可能有牙銀問題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諮詢你的牙醫 Cocidyl治療瘦口水是一種有效的短期治療牙銀疾病的方法 根據標籤上的說明使用 每天使用兩次,將瓶蓋注滿10毫升 徹底瘦口1分鐘並逃出 對於牙銀疾病,建議進行一個月的療程600毫升 或者你不同 這取決於你的條件你的牙科醫生可能會建議 對於口腔繪揚或臥口倉 繼續使用兩天發生後 預合假牙口倉 清潔 每天浸泡的假牙Cocidyl治療瘦口15分鐘兩次 後牙手術,按照你的牙醫指示充洗 注意,長時間使用治療瘦口水可能會導致牙齒暫時變色 通常可以通過擦牙將其清除 你可以避免進食或喝深色食物和飲料 例如茶、咖啡或紅酒 尤其使用瘦口水一小時以內 以及每天兩次擦牙膏 以減少沾染的風險 如果污漬持續存在 可以用牙膏清除並從牙醫或衛生員那裡擦去 也可能引起舌頭變色 但這不是永久性的 再停止治療後消失 除非牙醫建議 否則十二歲以下的兒童請密使用該產品 這裡是非常好 要注意,我們想要把蜂蜂蜂拉 再營祂 你會幫忙完成 在這裡 再營祂 也要找到蜂蜂蜂 就能做到蜂蜂蜂 就能做到蜂蜂蜂蜂裡 來麥可 有一點? 在這裡 按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